台灣,我們是Asha,還有所有喜歡運動、喜歡養生師的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李國毅 不敢說秘訣啦,就其實應該是要歸功於我從小就喜歡運動 然後一直到現在養成的固定運動的習慣 其實最好的運動就叫做天天運動 我一直很相信這件事情 就是不管每天在忙碌或是在累都一定有一點點小小 哪怕是五分鐘十分鐘做一些在家裡就可以做的簡易的運動 讓自己隨時行程代謝流流汗 隨時保持笑容和健康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原因吧 我個人很喜歡游泳 其實我對任何運動項目都非常的喜歡,非常的有興趣 示範一個熱身的動作 他不只可以達到全身的熱身 更可以考驗自己的協調性的一個動作做給大家 一手往後 好,一手往前一手往後 喔 保持你腰部的柔軟放鬆 然後手去帶你拿 這個平衡也要非常的好耶 天啊,掌聲鼓勵鼓勵 太厲害了 就是我剛剛說的,綜合核心能力跟你的肌耐力 沒有好的核心能力,你下去可能會跌倒 沒有好的肌耐力,你可能站不起來 在AC Store 台北旗艦店正式開動 祝福我們旗艦店的新一新郎 當舅舅啦 不會讓他從小就開始運動,帶他的運動 呃,我們家前幾天 我現在,因為我有四個姐姐 大家輪流生 這兩年突然出現了四肢了 呃,男生我應該會希望他可以好好運動 我可以帶著他運動 然後,因為我真的覺得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覺得,我從小學體育 我不是為了 我到現在後來踏入職場我才懂 我真的不是為了強健的體魄 或是有什麼專業的技術 而是我在那個團隊生活當中 懂得把自己描爽化 懂得把自己 即時地面對自己的錯誤 並且即時地修正 因為運動選手,你必須 這一次沒有做好 下一次一定要趕快修正 以求下次有更好的表現 那天其實是一個政府的參會 我穿得很帥,頭髮也弄得很好 然後總統也在 國泰部長也在 然後,就是突然一個攝影大哥走過來說 可以請你對著我們的鏡頭 把它當成女朋友撒嬌嗎? 我就 呃 看一下我旁邊這整個氣氛 大哥 請問我有什麼其他可以幫忙你的地方嗎? 這個 現在好像不是很方便做 然後大哥說 沒有,謝謝 我很受傷啊 然後當後來看到了這個影片出來 我就 啊,原來是這個東西啊 這樣 對,我只是覺得 很奇妙的緣分 對